话说啊 小鸭在台北建国花市摆摊 已经有非常多年的时间了 那一直到现在呢 小鸭王都会遇到 有年轻的父母亲 带着他们的小朋友来到小鸭的摊位前 爸爸妈妈就会看到说 小朋友小朋友你快看 有猪龙草耶 告诉你哦 那个猪龙草在虫子跑进去的时候啊 它的盖都盖起来哦 然后他们一家人 就会用非常期待的眼神看着小鸭说 老板 你能不能示范给我们看一下 小鸭这时候心里三条线 你啊喂 猪龙草的盖子根本不会盖啊 我要怎么跟他讲 这位爸妈你到底知不知道 这个猪龙草的补虫机制是什么呢 能不能请各位伟大的父母亲 不要再继续 误导我们为数不多的下一代了好吗 食友们好 欢迎收看 看台湾食品 我是小鸭王 Duck King 今天就让咱们来聊一聊 猪龙草的补虫机制吧 猪龙草的补虫神器呢 其实就是它这个看起来像是水瓶一样的叶子 是的 你没有听错 猪龙草这个看起来像水瓶的东西呢 其实是它的叶子 而我们大家所熟悉 那个看起来像叶子的部位呢 其实是它的叶饼哦 那一般正常的叶子我们都知道它只有光合作用这一个功能 可是猪龙草的叶子呢 它则具有 吸引 捕捉 和消化的功能 那对于这种违反常态的叶子呢 我们就会称呼它叫做 变态叶 就像是多露植物的除水叶啦 或者是仙人掌的针刺叶呀 这些都是属于拥有独特功能的变态叶 咱们这里说的变态可不是那个喜欢小萝莉的变态哦 猪龙草是怎么样捕捉猎物的呢 它的机制可以说是非常的精巧 我们把补虫瓶拿来仔细观察与分析 可以归类为上中下三个不同的部位 而这三个不同的地方呢 都各自拥有它独特的功能哦 首先是上方猪龙草瓶盖的部位 在猪龙草瓶盖下方有着无数红色点点的腺体 会分泌出甜甜的蜜汁来吸引小昆虫或猎物 而当这些小虫被蜜汁所吸引过来时 就会在瓶盖和瓶唇之间 四处游走攀爬 而偏偏猪龙草的瓶唇非常的光滑 上头又有许多绊脚的沟草 小虫在享用大餐的时候呢 往往就会为了贪嘴 而忘记自己正处于一个 极度不稳定的姿态 这个时候呢 只要一个风吹草动 不小心就会跌入到瓶中啦 而这补虫瓶的内侧呢 又窄又光滑 还有一层防水的蜡子 这让小虫的勾爪 还有翅膀 毫无用处 既爬不上来 也飞不出来 只能乖乖待在瓶底 慢慢消耗体力 等待 那最终的时刻 到来啦 最后就在 补虫瓶的瓶子底部 也有许多红色点点的腺体 会分泌出消化液来 分解消化吸收 这些被困在瓶中的小虫 并且将养分 传送到植株体内 这就是猪龙草的捕食机制喔 看到这儿 你是不是也对猪龙草那 巧夺天工的捕虫机制 感到敬佩不已呢 别急 它还有更厉害的呢 在经过一到两个月左右的时间 猪龙草的捕虫瓶 会自然的老化干燥 最后脱落 或是掉落到土中 而这些瓶中剩余下来 无法消化的 昆虫甲壳或组织 就会再被土壤中的细菌 或微生物给分解 滋润营养土壤之后呢 再由猪龙草的根部 回收剩余的养分喔 由此可知啊 猪龙草可是 非常聪明 并且 环保的高阶植物 最后咱们再回到 猪龙草的瓶盖问题 猪龙草的瓶盖 是不会动的 也不会盖的 会有这样的误解呢 是因为咱们的教科书 写错了 它把土壤草 和猪龙草 给搞混了 猪龙草的瓶盖呢 只有两个功能 一个 当然就是分泌蜜汁 去吸引小虫过来 另外一个呢 就是遮蔽雨水 避免过多的雨水 跑进瓶中 去把消化液给稀释掉 影响消化的功能 看完影片后 还请各位使友们 别再继续误导 咱们为数不多的小朋友了 现实生活中 猪龙草的盖子 是不会逼的 还请大家不要把 动画卡通 和游戏 与事实给搞混了 如果 下一回 你还有听到类似的说法 还请您动动小手 帮我们把影片连结 传送给他 那咱们 下回再见啦 拜拜 拜拜